鴻海斷航危機正持續擴大 觸及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切身利益 多年來 中國一直是鴻海伊北蘇伊士運河的大客戶 然而 近期爆發的鴻海危機對經濟低迷 急需穩定外貿的中國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分析指出 中國可能成為這場危機中的最大輸架之一 造成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 野門胡塞武裝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反政府組織 是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的盟友 自去年10月7日 恐怖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後 胡塞武裝便向以色列和途經紅海的國際海運船隻 發動無人機和導彈襲擊 該組織表示 襲擊的目的是支持哈馬斯 以及被困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 但他們攻擊的目標 經常是與以色列沒有明確聯繫的船隻 在長達近三個月的恐怖襲擊之下 紅海這一最繁忙的國際水道已陷入近乎癱瘓的狀態 1月17日 美國將野門胡塞武裝 重新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美軍則持續對胡塞武裝發動空襲 然而 紅塞組織有待無恐 繼續襲擊 途經紅海的商船 導致越來越多的海運公司決定改變航線繞道 出席瑞士達沃斯論壇的企業高管表示 紅海航運中斷可能會使得相關供應鏈好幾個月不能正常運行 還有可能導致運輸燃料所需的郵輪短缺 經濟界人士已經對胡塞武裝襲擊國際商船 所造成的危害發出了新的警告 然而一直以來 中共都只是籠統地表示 反對胡塞武裝襲擾民用船隻的行為 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行動 前不久 聯合國安理會以零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一項決議 對胡塞武裝襲擊商船表示最強烈的譴責 中共則對這一決議案投了棄權票 中共多年來為紅海航道的開發投入了大量資金 目的是取得安全通道 以此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 哈以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裡 中共和香港的企業承諾 向埃及水運幹線沿線的各種項目提供至少200億美元的資金 中共國在航運巨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去年3月宣布 投資埃及蘇科納港口新集裝箱碼頭 並持有其25%的股權 為了避免胡塞武裝的襲擊 現在有數百艘集裝箱船和其他船隻更改了航運線路 上海證券的研究報告說 不少船隻選擇繞道好望角 據悉 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是連接亞洲和歐洲最為便捷的水道 也是從亞洲和中東向歐洲運送材料 水品和消費品的最快途徑 托運人使用這條航線運送多達三分之一的全球提裝箱貨物 包括玩具 網球鞋 家具和冷凍食品 從中國的港口出發 途徑新加坡 橫跨印度洋 矢向紅海 再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歐洲 這是中國商品與歐洲市場互通往來的常規海上之路 現在瑞士地中海航運 丹麥馬士基 法國達菲 德國 赫伯羅特等航運企業遭受武裝襲擊 紛紛暫停其紅海航線 繞到非洲好望角 而這些歐洲航運巨頭 乘運中國超80%的國際貨物海運 要知道 好望角的天氣十分惡劣 常年有大風 而且 繞行好望角的航程比紅海路線遠40%左右 從遠東到歐洲 航線航程將增加3280海里 船期將增加10到14天 近油費會增加十幾萬美元到幾十萬美元 即使沒有繞行 仍然航經紅海的船舶 其保險費也漲了近10倍 這將大幅提升航運公司的燃油費用和船上的固定支出等航運成本 並且會壓縮全球貨櫃市場運輸能力 還會增加貿易上的潛在成本 比如 貨物貿易週期拉長 保險賠付等 如此一來 船隻只需要更長的時間返回港口重新裝載 這給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帶來了考驗 這也可能意味著原計畫在4月或5月到達西方貨價的商品將面臨延誤 據產業研究公司BMI稱 一些物流公司反映 全球最繁忙港口之一的中國寧波 周山港已經出現集裝箱短缺的問題 另外 1月6日 新年第一週 上海航運交易所數據則顯示 亞澳航線市場運價繼續上漲 上海港出口至歐洲 地中海基本港市場運價 包括海運及海運附加費為標準箱TEU2871美元 較上期分別上漲6.6% 3.7% 不僅航運時間增加 航運支付的價格也水漲船高 一些乘運商已經宣布 從本月中旬開始 地中海航運的每40英尺集裝箱運費超過6000美元 每個集裝箱500美元至2700美元的附加費 使得乘運商所支付的費用總額逐漸加碼 最新數據顯示 從中國到北美東海岸的運費上漲了55% 達到每40英尺集裝箱3900美元 中國到美國西海岸的價格上漲了63% 達到2700多美元 從中國到北歐的40英尺集裝箱貨物運輸及其運價已高達4000美元 與12月中旬分流開始前相比暴漲了173% 這個問題讓本來就利潤很薄的中國製造業再次成本上升 結果就是 它們的利潤被擠壓得更少 甚至可能出現虧損 據悉 通過海運發網歐洲的中國商品多市生活日用品 服裝鞋帽 電子器杰 塑料製品 家居建材 化工產品等 這類商品大多附加值不高 遇到紅海危機或是日後其他航海安全事件 都意味著即將陷入一個被動局面 中國義烏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義烏國企商會負責人指出 現在發一個集裝箱的價格與上個月相比已經漲了兩倍多 原本是一千多美元 現在已經飆升到了三千多美元 還不一定有倉位 紅海航運危機也讓中國運往歐洲的新三樣 即新能源汽車 鋰電池 光復產品 也面臨成本飆升的巨大壓力 中國商人韓昌明披露 紅海貨運的中斷已經威脅到他的貿易公司 據悉 韓昌明2016年創立了福州韓昌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福建省 公司主要從事向非洲出口中國製汽車的業務 同時還從歐洲進口越野車販售到中國 韓昌明告訴路透社 紅海危機爆發後 將一個貨櫃運往歐洲的成本已從三千美元飆升到約七千美元 公司的生意本身就利潤微薄 現在更難賺錢了 也有人擔心 如果沙特 阿聯酋未來捲入中東重突 全球能源價格上漲會進一步衝擊製造業成本 亞洲和歐洲雖然同處歐亞大陸 但亞歐90%以上貿易靠海運 而非鐵路等陸運 海運成本上漲對中國來說可能進一步抬高商品成本 削弱中國供應鏈競爭優勢 紅海航道問題若不能及時有效解決 或進一步促使部分歐美企業轉移在華生產 並將進歐洲地區國家轉移 意外引發對華供應鏈脫鉤 外貿公司則有可能會選擇採用禁案外包的方法 將生產轉移到距離本土更近的地方 一家向歐洲出口中國製造的機械部件的公司指出 如果紅海飛機以及航運困境是永久性等 那麼整個供應鏈機制都將需要重新調整 估計一些公司可能會考慮將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印度 因為那裡離歐洲更近一些 只需一個星期的時間 其實 中歐物流通道除了海運之外還有陸運 中歐班列以及空運 但是 目前陸空運力相對於海運而言 運輸成本要高很多 一般企業都不會選擇陸運或空運 值得關注的是 紅海危機爆發後不久 中國大陸的中國遠洋集運 中國香港的東方海外 已經決定暫停從紅海運輸貨物 與此同時 這兩家公司也遭到了相應的經濟損失 中國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月9日發布了2023年度業績預告稱 2023年預計實現歸屬淨利潤約為238.59億元 同比減少約78.54% 公司預計2023年實現細稅前利潤約為366.43億元 同比減少約78.54% 而從2023年中原海控每個季度的規模淨利潤來看 雖然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還在盈利 但利潤相比前兩個季度已經大幅下滑 對此 中原海控解釋道 2023年集裝箱航運業面臨運輸需求走弱 運力供企上升等諸多挑戰 市場運價水平顯著下降 2023年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綜合指數均值為937.29點 同比下降66.43% 報告期內 公司集裝箱航運業戶收入同比下降 導致本期業績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 外界則認為 中原海控決定暫停從鴻海運輸貨物 進而公司的業務中斷導致收入減少 這也是盈利大幅縮減的一個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 中原海控停運的決定不僅影響了與以色列航運公司以新綜合航運合作 同時 也讓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運營的海法瘟港受到不小的影響 該港口之前接待的主要是中原海控的船舶 中原海控停運後 港口營收大幅度減少 收入縮水的還不止中原海控 1月9日 東方海外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營運業業績干擾 數據顯示 2023年第四季度 東方海外實現營業收入16.2億美元 同比下降49.0% 2023年全年 東方海外實現營業收入75.4億美元 同比下降59.6% 總體而言 2023年全年 僅就收入而言 2023年 全年東方海外在四個主要貿易航線都出現了下降 其中 太平洋航線總營收25.5億美元 同比下降63.2% 亞洲和歐洲航線營收16.2億美元 同比下降67.5% 大西洋航線營收8.4億美元 同比下降41.0% 亞洲區內和澳洲航線營收25.4億美元 同比下降52.7% 胡賽武莊發動的恐怖襲擊 不止影響鴻海水域 甚至美洲航線的運價也開始狂飆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浙江峰會官網文章透露 上海航運交易所最新一期數據顯示 1月12日 上海港出口到美國西部和東部港口的運價較上一期分別大漲43.2%和47.9% 與此同時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擊胡賽武裝的過程中 中共的態度遭到輿論質疑 中共所謂的反對建設性作用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並沒有任何實質性動作 有分析認為 中共正在借助英美海軍的力量 搭上了全球貿易保衛戰的列車 在1月12日的中共記者會議上 當有人問到中共是否支持美國對胡賽武莊的打擊時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中方對鴻海局勢緊張升級感到憂慮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衝突擴大 有報導指出 中共不信沒有反對胡賽武莊的實際行動 反而對胡賽武莊發起的襲擊暗中窃息 人們注意到 在胡賽武莊襲擊的數十艘紅海商船中 似乎沒有中國的船隻 還有多家外國船東 希望通過表明自己與中國有聯繫而避免遭到襲擊 有外媒透露 最近至少有五艘船隻在穿越紅海時 因為在其目的地的公開資料中明確標註全部中國船隻 中國船員 有二十名中國船員等信息 進而沒有受到任何襲擊 中國媒體對此大家讚賞 紛紛轉發 據瞭解 胡賽武莊背後有伊朗的支持 尤其在情報 武器供應 以及紅海船舶 信息監視方面 主要由伊朗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被認為是中共的盟友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蕭云華 在2023年12月下旬 在抖音上發布的視頻中表示 胡賽武莊無意中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因為封鎖航道可能會推動中歐之間陸陸貿易和鐵路的增加 這條鐵路由中國建設和支持 蕭云華還說 胡賽武莊的行動間接促成了從海上運輸向陸上運輸的轉變 破壞了美國在海上的至上地位 並推動了北京的全球多級化國際戰略 由於紅海航線 是中國與東歐和歐洲國家進行進出口貿易運輸的主要途徑 因此有人認為 美國和英國對胡賽武莊進行打擊 從側面維護了中共在紅海的利益 使其漁翁得利 但正如我們前文所闡述的內容 雖然中共在紅海的貨運安全尚且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但紅海緊張局勢的加劇導致貨運成本飆升 其連帶效應已經給依賴出口的中國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與此同時 由於紅海危機引發的供應鏈斷裂風險 不少西方國家或將考慮將生產轉移到離本土較近的地方 以減少對中國進口的依賴 中國《每日電訊報》還指出 中國其經濟依賴於中東穩定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以及全球航運暢通 但如果中東衝突擴大 中國可能是最大的輸家之一 例如 紅海運輸和中東石油的進出口秘密相連 石油進口則是中國的核心經濟命脈 官方數據顯示 2022年 中國從中東進口原油約佔總進口量的53.5%之多 中國前五大原油進口來源國中 中東佔據四席 自胡塞武莊發動襲擊之後 國際油價有所上漲 但只有約4% 1月16日 德克薩斯中置原油價格較上星幾乎還下跌近1億美元 每桶71.78美元 哈爾戰爭爆發後 石油價格漲至每桶84美元 這直接導致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大幅上漲 我們還看到 中共對於哈馬斯的態度也耐人尋味 對於投入了大量以色列人的恐怖組織 為什麼中共一直不譴責它? 時評人 網友群指出 截至2023年今日 中共陷入其有史以來最深刻的內政外交危機 在經濟方面 受大瘟疫爆發影響 中共經歷了三年的極端清零政策 導致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出現了罕見的股市 匯市 樓市 債市 四市其殺的局面 政治上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兩任國防部長李尚福 魏鳳和 火箭軍的前司令員 副司令員 政委 裝備發展部若干副部長等人都出了問題 反習勢力趁機不斷宣傳說 中共高層在線反習潮 外交方面 中共與周邊國家 如韓國 日本 菲律賓 印度的關係緊張 而且國際上沒有真正的盟友 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 為緩解由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時代 江澤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 疊加帶來的巨大壓力 中共需要在世界各地製造熱點 以分散全球對中共內外危機的關注 還有評論指出 中共已破壞世界貿易規則的角色 通過最大限度佔便宜 賺取大量外匯 採用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 意圖科技上彎道超車 破壞了正常的國際經濟秩序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下轄的法院 知識產權和互聯網小組委員會指出 中共每年從美國竊取的知識產權 總價值高達6000億美元 相當於每個家庭每年損失6000美元 中共還動用國家之力 通過財政補貼等手段 使中國企業通過低價傾銷 擊潰了歐美的大量製造業企業 近期 歐美展開了對中國新能源產業方面的產品 如電動車 光伏產業等 進行了反傾銷調查並徵收高關稅 目前 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正在加速開倒車 國資占比重越來越大 民營企業和外資紛紛撤離 而房地產業 金融業等隨時爆雷 從歷史和時間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 未來幾年中共經濟必破產 分析人士還指出認為 中國經濟已經面臨著房地產危機 消費者需求疲轉 人口萎縮 以及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等多重困境 紅海危機引發的經濟衝擊 一旦超過一定程度 可能對中國的長期經濟和戰略利益構成嚴重風險 在近區에 現行基本上次 weer一個積極幅導入 新西纜與實習反省 電幅前 明天 主月 gener 很好陸 感谢观看